他可以进一步的去解析它 这个蛋呢 它是三价还是五价 它可以知道它是氧化碳 那更厉害的 还可以进一步的去解析它旁边 同样的是碳的化 碳的旁边是什么 哪一个病相对于是 可以把它叛递出来 对一个化学 一个康房它的结构 大概是什么样的 可以有帮助的去了解它 那第一点上是一般人 会看第一点 那如果还可以有第二第三点 这样有用法的话 可以进入的更仔细的资料 那这张图呢 就让各位看一下 一个S卡或者说HAS Electrons by Trask 长什么样子 中的标 是电子的数目 就是你放射出来电子的数目 很多标代表它的动能 对不起 这个很多标是代表能量 单位是Electrovolve 那我们转换成Bin-L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测到 就是这样一个元素 对不起 这样一个compound 这样一个compound 那么这里面有碳氢氮氮流 零浮豪 有六个元素 七次有的 所以你去找不到晶能 所以其他的呢 碳 碳在哪里呢 碳在这里 碳 氮氧氟 流氯 那这边有个氧 这边没有氧 那我们待会儿会讲 这个氧氧来自于你的空气 空气有一个氧氧 吸入这上面 所以这个刚刚上课 先看一下 就是说 它这个电子光纹呢 它的图形呢 长得是这个样子 电子的数目 相对于 这个Bin-Lange 束缚能 那什么是束缚呢 什么是束缚呢 你们在我学化学里面 Bin-Lange 那是什么 来 红字号 Bin-Lange 听过吗 听过 那什么是Bin-Lange 吸引力 大声 吸引的力量 吸引的力量 差不多啦 可不可以讲更 完整一点 是跟吸引力量有关系 那吸引是什么 鼻子跟鼻子也是吸引 正鼻子不利 也吸引 那这个特别是讲什么东西 讲电子轨道的电子 这样我们看下张图好了吗 再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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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先看这张图 叫我们的这个 这个中的时间 对不对 很快 是这样 不不不不不 看下去 那这张图我解释一下 就是这张图呢 我们要用这张图来解释 这张图我解释一下 这个是XPS 那么它的整个一个分析过程 或者原理 它的一个原理 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它的基本的原理是 那首先呢 这个是电子的轨道 我这边特别标识不了 最内层的1s2s2s2b 然后这个是最外层的 所谓的Valance Electron 这个 那我们的原子核在哪里 在这里 原子核最下面 然后这个第一层回到1s2s2b 等等的 这个是Valance Electron 所以这个是Core Electron 那 好 那什么叫Bine Energy 再问一次 我知道 这样做给你吧 那这个像1s上的电子 对于2s上的电子 它们的Bine Energy不一样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什么叫Bine Energy 有的时候要解释名字不太好讲 我同意吧 原子核对电子核的系统 也对 这没有错 你刚刚讲的都对 好 同学 还没想到同学可以来补充一下 可不可以讲得更完整一点 或是更精准一点 庄博祥 什么是Bine Energy 什么是Bine Energy 有没有同意要吃东西讲的 专业 专业修盛 要不要讲 不要 可以说不要 好吧 Bine Energy 应该说是 这个电子 就是在 1s回答上这个电子 要把它 离开这个原子 要给它的一个能量 需要多少能量才能把它 打出来 离开这个原子 那个能量 我们叫Bine Energy 所以你刚才 洪志浩讲的信力 抓住它的 都对 都对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XPS 或者X卡 它的一个原理呢 实在很简单 对我们学化学的一种 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首先呢 有一个露射光 这个真的是一个光 是X-ray 是一个FOTA 很重要一点就是 它是一个Monochromatic 什么叫Monochromatic 因为这些东西 你们都学过 或者说你们不知道 你们都知道才对 所以我可以问 所以我们这些交流有个好处 很多事情都知道 我可以问 二年级就不行 好 春光 什么叫Monochromatic 单色光 单色光 没错 单色光的意思在这边 就是单一能量 然后频率是固定的话呢 所以它能量固定 Hm 所以是单一能量的 一个X-ray 入射 那当然这个X-ray 原因就是 它能量够大 才能把 像YS 内存的电子 打出来 因为内存电子 它的速度能比较强 如果要打 就YS 就比较简单一点 它的能量不需要那么强 再把内存电子打出来 它的环面是非常大 所以必须要高能量的X-ray 而且是单一波上 那么造射在你的固定表面的话 那固定表面有这样一个原子 那它的YS-dense呢 就会被激发出来 被打出来 游离出来 好 出来 好 所以要我们测的 我们刚刚讲过了 你要去detect 就是这个 emitting electron 放射出来这个电子 它的什么东西呢 能量 E-K kine-NH 动能 动能 那这个动能等于多少呢 我们很容易算出来了 就等于 弱射光的能量 X-ray H-MU 它的能量 单一波上的重量 固定的一个能量进来 然后呢 Bine-NH 是这个原子 它的内存 Rose-YS-Dense 它的有一个Bine-NH E-B 那么在这个图里面 E-B-Plant 代表是2S-Dense E-B-Double-Plant 就是2P-Dense 那么它的这个 内存的这个电子 外音电子的Bine-NH 是B嘛 所以打出来的这个电子呢 或是放射出来的电子呢 它的kinetic energy 就可以去测到 所以我们后面 要测这个电子 那个仪器呢 是要去测它的动能 所以动能可以测到 而且很精准地测到 的话 那么H-MU是已知的 有个入射光的光源 H-MU 那么所以可以反推回来 现在不知道的就是E-B嘛 就是这个电子 它的Bine-NH 就得于H-MU简单 E-K 这个可以测 这个已知的 所以可以算出来 转换成Bine-NH 那不同的元素 同样是Y-S的话 它的Bine-NH 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还是不一样 没有反应啊 那不同的元素 同样我们比较是来自于 Y-S电子的话 不同的元素 它们的Y-S电子 它们的Bine-NH 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这个Bine-NH 都知道是多少 所以测到 这个打出来的电子 放出这个电子呢 它的E-K的话呢 那就可以转换成Bine-NH Bine-NH 是多少数值呢 就知道它是来自于哪个元素 所以这个到底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 好吧 我们就休息一下 好 好 昨天拿到了 我们的 明安 休克同学的一个名单 所以在这个 我们有点很明显 看到底 有没有同学 名字不太上 这个教育不规定的 好 那要你 那到汤尼亚 对不起 那你 那你 欸 戴家伟 陈欣景 陈欣景 那你来 那我们都 点过来 陈欣景 刚刚不是点里面 那他点之外 陈欣景 OK 郭书明 陈欣景 陈欣景 来 跟 陈欣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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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景 陈欣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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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 那我们会 王智英 李友軒 王子浩 王晶宇 何蓉潔 汉兵函 正义慧 王智翔 王智英 王智惟 李友軒 郭伯勝 正义 跟他講了 旷課兩節 双医书 烏肉症 林症二 陈医书 是你的胖子 离开了 陈杰明 江里悦 庄柏祥 许秋文 李南昂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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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丽 陳正琉 林兴慧 朱熹 陳志穎 王契翰 借過 你是當我們的學生會的難部門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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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上課之前啦 我們先跳回跳出電話 在我們上課之前啦 因為我們下禮拜...禮拜五呢就要... 沒有...對不起 我沒有連動你 你沒有連動你 對不起喔 你幾號? 21 21 21 我做個案 對不起喔 在你的名單裡面 謝謝謝謝 我們這個禮拜五呢 我沒有連動 你幾號? 37 37喔 喔 班...班卷也有 對不起 我是老八耶 我們這個禮拜就明天不上課了 那我們正式的第一次上課呢 是禮拜五 下禮拜五 一年都在一樓喔 一年一生 他們當然全部同學吧 那這邊倒貴一下 那個左緣調整是一定要的 因為現在陳玉琪這個人 過了一日的一個人 不行喔 所以 正好你們這班呢 有三個人 所以你們這三個人的 陳正良、潘軒又、陳傑敏 看誰要過去 還有另外一個問一下 其他同學 你們要不要同組啊 你們有時候要拆補 過去完成過啊 老師我不要跟 跟我的同學 左緣那是一組的 我們要拆掉 你們貴班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齁 沒有的話 那 要動的就是 你們三個一組的 看誰要跟誰一起一起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去 大的調動 那再問一下 你們原來的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 這個組別要不要動啊 不要動 OK 所以我們這件事情 就會省掉了 只有動一組而已 那為什麼要問這個事情 因為你們 因為你們 禮拜五 那個時候 禮拜二就開始做實驗 對不對 所以你們禮拜五 就要開始交預報 這樣 就是禮拜二做實驗 那一塊 禮拜五交預報 下禮拜五 就交預報 所以假如主別都知道的話 那 禮拜五要交你們呢 就 下禮拜二 預報 那至於說做什麼實驗 我們會有一個表 禮拜 就是下禮拜一來再給同學 好 所以為什麼 今天一定要提一下 因為 時間 禮拜五 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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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一位 王聖偉 他沒有修你一份課 所以他不能修一份實驗 可能就是這樣子 你不要修課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們可以講什麼 理論上 修課 實驗課是配合 這個課 理論上 不可以說 課不修 只修實驗 可以講 那上學期我們知道 如果知道的話 就請他表示 所以上學期呢 這個王聖偉 他不能修你 除了他的王聖偉修 就是落單 但是 有一位大士的 他什麼修啊 他跟你講 可以嗎 那上學的 可以說不要 你可以 我可以不要 用手 不是我沒關係 用手 紅東博 知道嗎 紅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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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來 沒關係 好嗎 所以說這個 如果你都不要 主缘不變 主缘也不變 除了那兩種之外 让我们做比较简单的 我们下个关系呢 会把这个设计的 发给同学 所以这个设计的一般同学 就要是 以社会上我就叫预防 考虑业重点 对这个实验的 学长对不起啊 这个实验的事情 对于同学 好 这没有问题啊 那我们就接下来上课 那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在问 我们这个侧的这个辫子 是来自于表层 对不对 固体表面 很薄的 二十大五十大 那为什么它来自于内存 那这个不是这样讲 我们说这个辫子呢 像这张图是代表一个原子 一个原子它是毁欲 那如果说 是一个表面来看的话 那么如果说这个 X-ray它可以穿得非常深 X-ray很高 它可以入色非常深 所以内部的 内部的所有的经过的原子 它都会 都会受到这个X-ray造势 所以每个原子 它内部的电子都会打出来 它就造势到了 那但是非常内存的这个电子 虽然电子打出来 它穿不透 不会离开这个固体表面 那只有表面的 那二三四层 那这个 这些原子 它的电子从内存 打出来的话 它有机会跑出来 是这样的意思 好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就是 波动的元素 它这翻面的已经不一样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我应该把它拿来 换在这边 好 第一 彭号 对不对吧 同一周期比 都是 ys 列子 同碳 蛋液 符號 同一周期 如果同樣的都是打出來的 ys 列子 他們的 比較像的 bine energy 他們不一樣 我應該知道不一樣 而誰高誰低 周期的越 越往右邊的話 它的 bine energy 其實越高 因為誰要回來 越往右邊的話 這個原子序的高 這個殼裡面 原子庫裡面 比較直指 比較多 在正面上比較多 所以對 ys 列子 都比較相同的 ys 列子 越右邊的話 它的 bine energy 比較高 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什麼值 我們再回到剛才的 這張圖 所以這張圖為什麼 這個作者 從別人發表的論文裡面 取出這張圖 就是有一個圖例 因為這個圖裡面 它分析的這個 化合物呢 應該是一個固定 一個固定 那這裡面有碳 有氫 氮 氮 硫 硫 數理條例有六個元素 雖然輕測不到 自然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那 這張圖譜呢 重度標就是你的電子數 所以信號這個越大 代表打出來的電子越多 代表這個原子的 數目的越多 在電子表 但你的固定表面呢 它的數目越多 那橫注標的話呢 就是 bine energy 那 bine energy 這個圖譜表這邊 表示的時候呢 它是越往左邊 是越大 所以斑眼裡 從小 往左邊是越來越高 那一區比較 我們有 斧嘛 斧 斧應該最高 斧 斧 然後有西腹的 斧 本來在這個結構裡面 沒有斧 但是呢 我們看到有斧 來自於空間 西腹空間裡面 斧 斧 斧 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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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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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finease的确不一样 而且差异很多 就是它们的差异非常大 所以不同的元素呢 它们的finease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从它们finease在哪个地方呢 你可以知道有什么样的原子或者元素呢 在你的表面 碳特别的大 碳的数量特别多 碳原子数量特别多 它形容的比较大 另外刘跟这个 这个模特化 它们是来自于2s2p 2s2s2p2p 2s2s2p2p 那么一样的 仰下面是流的 带5 所以有6比0 只要同样比较2s的话 它有6比0 它一定很高 同一个元素流的话呢 2s比2p又高 所以这个 你看它加上一个分布 那我们学过化学的 这个阶段 你去看看的话 为什么这个顺序啊 应该流入了 OK 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看到那个流的链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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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这么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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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 HPS 这样一个 电子 Electron Spectrum 它可以 由它的光部里面 辨识到有哪些 元素 存在 或者哪些原子 哪些不同种原子 存在你的物理表面 好 那这个技术呢 进一步的 比如说 你知道有蛋 有蛋 那这边这个 它的解析度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它用非常大的范围里面 很快的少一遍 然后看一下 有哪些不同种的元素 然后呢 你可以少慢一点 让你解析度高一点 只看这个蛋 这个范围 知道的蛋 那这个蛋料理是几架的蛋 station state 那这个一般的话 就是用那个表 它是用表 它用表面来反映那件事情 所以说 我们看 这个表里面讲到很多不同的元素 我们就调一个角度 就是 它可以做 为什么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表里面 我们就看蛋 蛋的1s 同样是比较 1s的这个 毁于出来的垫子 然后出来 也没几个放射出来的垫子 那上面 很重要呢 代表的是 它的氧化碳 那比如说氧化碳 三架的 跟五架比 好 因为我比较熟悉的 三架 是NO2 1s 就是 雅 硝酸跟 五架的话 正五架 就是 硝酸跟 那么 他们之间 那么 当然正五架的话 它的半点 应该是高于 正三架 对不对 合理 合理嘛 这个一定要想通 合理嘛 那么所以说 这两个 如果说相对于 一个共同的参考点 以它当作的赢 五架的 假如说是来自五架的这个蛋的话 它要比这个三架的蛋中间 要高了 差不多三个比较熟悟 所以如果解析度够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 它会出现在 所以蛋本身 知道 然后 五架三架 它会有不同的叙 可以为 比较小的差异 差一个三架 差一个三架 来创析 解析度够的话 你还是点分辨出来 所以你可以知道 是来自于 小山灯那儿 还是来自于 小山灯 你所谓的 所以这张表 讲这个事情 一个元素 它的 跟一样的话 它还会 SHIP 这个SHIP 代表 是 哪些架 就是表演 对 判例出来 这个 这个 它上面那个 然后上面有 一个 跟 在正因那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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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哦 脉脉之间 指的说 这个东西是 这个 这个的话是怎样 是有 只有 但是 你 是不是应该这样 我不知道 无忌 这个是无忌的 你们做无忌丹体的 你们做这个东西的 這個是不是講第二題啊 其中有一個探紙 這個探紙數字 我猜是這樣子 因為其他有底 那這是第二個 它的解析度高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判斷 它的探紙如果它是空的探紙 那當然有的東西沒有 只有一個也好看 有的也有的也有的也好看 那另外呢 這張圖呢 它的表現就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畫物 是這個結構的畫 那這裡面有一二三四個 有四個探紙 都是探紙 那這四個探紙 但它接的旁邊的環境不一樣 像這個探紙接了四個圖 那這邊的探紙接了一個探紙 這個探紙接了兩個鏡 旁邊有一個一樣 那這邊的探紙是三個鏡 它旁邊所接的 拉鏈子的 關聯器不太一樣 所以誰比較偏正 這個探紙 這個探紙不是正一家 沒有那麼正 就是探紙我們 比較正 比較手的 就是 應該是左邊那個 三個鏡 扶一個是拉鏈子 不是嗎 所以它那個拉的最多 所以它的 它是正的應該比較多 打破鏈度比是拉的 所以這個騎士 那這邊也跟一樣 就是拉過去 然後這個環境是三個鏡 所以它們仍然會 同樣都是探紙 所以它們出現了這個 Bine Energy的區域呢 這個區域呢 應該是在碳的區域 但是因為這四個碳的 它旁邊接的 原子呢 拉電子能力不一樣 所以讓它 能夠也出現四個 信號 那麼這四個信號 特別代表 這四個相同的 碳的原子 都是碳的原子 但是它因為接在 或從外面的 接在旁邊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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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原子不一樣 拉電子能力不一樣 所以 讓它們的Bine Energy 出現不同 所以有些訊 我們就可以 有這樣的 能夠 判斷 所以 這是第三個 它的一個特性 除了可以知道 它有碳之外 不同的碳 如果它接的 外面接的東西 不一樣的話 有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從這四個 這個Pink出來的話 你就知道 有十個碳 這十個碳 周圍的接種應該不一樣 那才會出現四個地區 它的意思呢 有這樣的意義 好 以上呢 介紹過 就是這個 HPS Electron Spectrum 那麼它可以提供 表面的 有什麼樣的元素 就沒問題吧 元素 總類 第二個呢 有進步的解析度高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嗎 可以知道 它太不同了 如果有的話 那麼如果說接的 波動的環境 我們接東西不一樣 沒有可能 它可以區別出來 它有幾種波動的接法 就剛剛今天 對朋友來講 可能沒有什麼意義 只是 知道一下 這樣的事實 但正在實驗室裡 或在產業界 想去判定的時候 那到底是這個結構 還是那個結構 一個有用的 一個 information 就可以讓你 肯定的知道 它應該是這個結構 這樣的話 這個 information 更多 有做過專題的話 有去合成專題的話 你要去決定 合成出來的結構 對不對 你會很努力去 去做什麼樣的試驗呢 AMR 這個圖上面 想去看看 是不是我要的分析 所以那個圖對你很重要 一樣的表面分析的 這些資料 對它很重要 很重要 那下面就是代表儀器 首先也看一下 這個儀器很貴 儀器還好 三千萬元 所以說是一般的 實驗室滿個器 我們學校應該是有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貴重的 儀器 sophisticated 就是在介紹儀器的地方 基本上出現了這樣一個字眼 就是有一些 sophisticated instruments 它的 像這個介紹 這樣一個儀器 這樣一個儀器 它是屬於sophisticated 那這個字什麼意思呢 應該說功能齊全 它的 反義就是 羊春 你知道羊春什麼意思嗎 你的電腦很羊春 它很高的復健 反過來講 你的電腦很完整 那它就是 sophisticated 所以這個字 是這樣意思 那我們下面看呢 這是它整個裝 整個裝置 它的儀器的介紹 首先 要有一個單一波長的 X-ray 對不對 單一波長 單一能量 那這個地方 這個 Roland's circle 你們在上去叫 ICP的時候 ICP這個 emission 有沒有講到 有沒有講到一個 Roland's circle 有 有 那很好 我又可以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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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有 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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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再看一下這張圖 我準備了一張圖 如果有講過的話應該就這張圖 有沒有?是不是這張圖啊? 如果講過的舌頭應該就這張圖 你再看一下 有沒有東西可以幫他解釋 那這個是非常...這也是非常貴重的引擎 ICP AES 那這個是ICP光源 ICP光源 那光源的話呢 它是一個多波長混合的光 多波長在一起 縮緩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單一波長 是真光源的波長 那如果這個AES的話就是 你的東西燒 在HK裡面激發然後放去光 那...假如說今天是一個混合光的話 就很多波長在裡面 我今天不要在很多波長 就兩個波長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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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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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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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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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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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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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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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一個去選擇波長的一個裝置 選擇波長的一個裝置 那條件就是說你的入口的霞縫 你的光紗形狀也正好是這個形狀 而且它在這個圓的上面 那出口霞縫呢它這邊畫了看不太清楚 它是整排整個圓骨都放了很多出口霞 那每一個出口霞縫對一個PMP 每一個出口霞縫對一個PMP 所以它可以測這個波長 而且它這個位置都調好 在這個霞縫呢它測到的波長是固定的 是哪一個波長它知道 在這個位置呢它的波長它也知道 那每一個波長對應 它的這個光波線呢 就是對應某一個元素的 蓋離子 那在ICPMP燒完之後 放一個emission 它的波長在哪裡 那某一個地方出來 這邊測到的就是代表蓋 銅在哪一個地方出來 我不知道要在哪一個波長 那它設計是怎樣設計的 所以你要同時測10個元素 那就再選好10個元素呢 它們的波長不同的位置 就是去選它的 放它的SLEEP 出個小火 後面放它的PMP 所以羅安SURVE 基本上是什麼樣的裝置呢 就是一個分光源 所以我作為分光源 分光源 所以同樣的這個裝置呢 它是用在X-ray裡面放的 所以X-ray的光源 經過這樣一個 這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 Grading 一樣的Grading 那麽選好你要的波長 因爲你 基本上這個地方的這個波長 你要的波長呢 都知道 固定是哪一個波長都知道 所以你選好這個波長呢 它的位置 你的霞峰放在哪裡 只是這個霞峰這個光線呢 不是放你的底下 是放你的SAMPL 你要側的這個SAMPL 會表面 就放在那個霞峰上面 出口的地方 所以你選好了這個 單一波長的X-ray 就投射 照射在你的SAMPL的表面 然後 這個時候呢 它們就 就很多電子跑出來 表層的幾個不同元素呢 不同元素呢 不同元素 它的這個內生電子 會被放出來 激發出來 打出來 出來之後 這個電子呢 我們知道翻電力不一樣 所以它的 Tinetic Edge 就不一樣 我們要測 我們要測的是 Tinetic Edge 測的 單一波長進來 把它激發出來 把它打出來 那翻電力 是不一樣的元素 所以 所以我出來的這個電子呢 它的Tinetic Edge 動的不一樣 有動的high 有動的慢 那你這樣就想辦法 把這些電子測到 然後呢 對應出來 這個電子呢 它的動能是多少 要把它測到 那我怎麼測呢 就用空面 就這個地方 就把你的電子 拿出來的電子呢 把它聚焦 那麼它要去設動的 不同的Tinetic Edge 是靠這樣一個電廠 靠這樣一個電廠 靠這樣一個電廠 叫Electro-Static 就是電廠 而且呢 它是一個半球廠 半球廠 那這個電廠的控制呢 所以各位看一下 有正 負 這不能亂放 這邊是正電壓 這邊是負電壓 這邊是負電壓 兩個電廠在裡面 那今天呢 你有 這個 有三個電子 三種電子 應該說有 那個 很多電子 然後電子裡面 如果說 它們的動能呢 一個呢 是E 一個是 比E要小一點 一個比E大一點 動能三個一樣 那只有在 某一個電腦的時候呢 只有E可以通過 只有動能是E的可以通過 那比E要小 通過 比E要大的 通過 那請問一下 你要想一想 只有E可以通過對不對 動能是E的 可以通過 那動能要比這個E小的話 動能比較低的 要到哪裡去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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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會屏幕消失 它一定放在那裡去 放在那裡去 放在那裡去 有沒有人覺得 可憐一下 沒有關係 我講過了 你們想一想 你們電子進來 這邊是家聖電廠 這邊是家負電廠 是他們長的嗎 對不對 這樣看起來不太對 有什麼特別的 有什麼特別的 你跟負的相反的 電腦 對不起 有寫錯 我這樣看一點 對 對不起 我寫錯了 這個很嚴重錯吧 這邊應該是負的 這邊是正 那這個是舊版的書 它沒有寫這個電廠 好 好 那 我這個photo呢 是今天早上拿去的 所以我沒有看課本 就意象很像這樣 我現在看了這個電廠 沒有發過來 這邊是負的 所以電廠進來 這個電廠出來的時候呢 負電廠開始他 他才會轉彎 如果這邊正的話 他就吸上去了 但是波波過來 對 這個也沒有錯過 也沒有錯 所以修電一下 好 所以這邊是負的 這邊正的 這樣子的話 這樣修電過之後呢 你們看看 還是會不會有問題啊 終於秀 來 這邊負電廠 零食電廠 所以你的動能呢 比這個 可以通過的醫藥小的話 他放在哪裡去 他通不過我們 所以他會 就跑到 裝到下面 還是裝到上面 下面 下面 OK 那說他功能太大的話 彎 來不及彎 他就裝到上面去了 就基本上是這樣子 跟這個植骨呢 還有點像 就因為這個 電腦的佛號寫錯了 來修電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 有這個方式呢 你現在固定一個電廠強度的話 那只有一個動能 某一個世代的動能的電子 可以通過 其他比他大比他小 都撞到牆壁去了 不會出來 那我們只要呢 scan 這個電腦的強度 改變一下 電腦的強度呢 慢慢增加 或慢慢減少 那麼可以讓不同動能的 這個電子呢 就可以通過 然後校對一下 這個電腦 他將改變 相對於他的 體能量是多少 就可以校正出來 只要說 你測到這個電子 他功能就知道 那光是一個電子 就信號很小 所以後面可以有一個 這個放大的 relation multiply 你像這個 pmp todon multiply 就一樣 把一個光子進來 打出 十多幾次方電子出來 那這個地方 一電進來 到最後呢 才變成 十二十次方電出來 放慢很多 你就對 那就是你的 這個transcute detector 所以整個的 一個 儀器呢 他的一個 系統裡面 是怎麼樣運作的 大家可以介紹 那當然很重要的 在這個 電腦裡面的 這個空間 他必須要高的真空 使得 過 八幅 托了一下 這個是真的是 非常高的真空 不像一般的MAS 可能不需要那麼高的真空 這另外的非常高的真空 這樣的話 讓這裡面 不會有什麼 其他的污染 因為這個電子 路邊邊撞一下電子 怎麼樣 或是說電子 就不對了 他就 他就 不進去就對了 好 好 從裡面沒有問題 這整個的裝置 是不一樣的 看起來 講道理的話 是很簡單的 但是他很會 強調他的機密 有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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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介紹第二 勾結 我們先在下面 前面我們介紹的是 X-ray Potoelectron Elec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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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入射的這個光速呢 你用原來的跟X-ray一樣的 X-ray可以喔 也可以用能量高的電子數 可以喔 那很重要的一點不一樣 就是說它不需要單一波長 能量過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說我們波長必須單一波長 不需要 好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看一下 什麼叫做OJRX 左邊 這部分我們剛剛看過的 總共今天有一束 單一波長的X-ray電磅 擋到1S這個電子 所以擋到電子吸收電子的能量 被激發出來 游泥出來 測它的kinetic energy 直接測 激發出來的電子 或者游泥出來的電子 它的kinetic energy 就是XPS 這樣一個方法 那如果說你不是看電子 那如果說你不是看電子 你看它的話呢 你這個突破就是XPS 同樣的過程 這個有功能量的 X-ray或者是電子速度可以的 把內層的電子呢 把它激發出來 游泥出來 那這邊呢就會多了一個 空的軌道對不對 空的軌道 那麼內層出的空的軌道 空的軌道之後 比較高層的外層的電子 它就有機會降下來 降下來 它就會放出一個能量 那這個能量如果多大的話呢 那你可以把這邊的電子 外層電子把它激發出來 游泥出來 如果你是去追蹤 如果你是去追蹤 偵測 這個地方 這個兩個過程 第一過程呢 一定要先給我一個 入熱光 把內層電子打掉 游泥掉 這個第一個過程 然後呢發生 第二個過程呢 就是 外層的電子 降下來 空中能量呢 外層電子呢 游泥出來 你是不是去測 這個電子的話 這個電子就叫 歐不解也能 所以這個電子 比較歐不解 OK 所以說這兩個 不是同時發生的 沒錯 這兩個過程 不同時發生 只是你要去看 你要去看 這個電子呢 你去測這個電子呢 就是HP 你要測這個電子呢 就叫歐不解 來傳送 但過程同時發生 這個沒問題 這個沒問題 那麼還有一個過程 還有發生 有可能會同時發生 就是所謂的 X-ray for license 就接到今天 入熱光能量 夠把內層電子 把油力掉 和空軌出來 外層電子降下來 放出能量 這個能量 如果是把這個電子 激發出來 電子去追蹤這個電子 那它也有可能 不是這個能量放出來 沒有把這個電子激發掉 本身就是以 就是photon 要掉的 能量 就是photon才掉 那你用光學運氣 螢光的運氣呢 去測這個photon 它的強度的話 這就是螢光 X-ray螢光 那這三個過程 是同時發生 同時發生 只是你要看什麼 你要看螢光 然後你給我螢光去 去增設 就放出來螢光 你要去測這個 OG鏈子 用這個儀器 是OG鏈子 你要測HPS 又去測這個鏈子 就是三個過程 會同時發生 同時發生 看你要去看什麼 各位問題 好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看這個OG OG OG Electron 你說內神 這個封出來 它游力掉了 有個反位於外層 加上 但是外層 有可能從 從2S 就把ES電子 打掉 起發掉了 那麼從2S電子 降到 然後把2S電子 這個游力掉了 那這樣一個OG鏈子 我們就 有一個名稱給它 就是 KLL K是表示 內神的 打掉 是哪一個地方打掉 那麼LL呢 就是 來生電子 加上來 好 第三L就是 來生電子 被游力掉 所以KLL 表示 K層的 YS電子 被打掉 結果空回語 然後 第二面還有 L層的 這個 OX電子 然後 把L層的電子 激發 流利出來 這個 一個OG電子 叫KLL 那 也有可能別的 有可能別的 所以 你看到 這邊這個例子 叫KLL OG 好 這是 OX電子 你測得好 就是 這個電子 那 這個電子 我們測什麼東西 你要測它 隨重它 偵測它 你要測的 還是它的動能 還是這個動能 這個電子 跑出來它的動能多大 那當然你要去比較說 它的動能跟那個 HPS的這個電子的動能 寫大寫小 應該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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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測OJ 電子 它的動能 公司 公司在這邊 關係式在這邊 是 這個 1B YS電子 它的鬼域的 1B 然後呢 測掉 2倍的 1B 1 1 1 為什麼會這樣關係呢 我寫在上面 所以說你這個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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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鬼域的能量差 就是 1B 1 沒有問題嘛 所以這個 這兩個間 電子鬼域呢 它們的能量差 就是 1B 1 這個能量呢 再減掉 1B 1 它的速度 1B 所以 剩下的 就是它 跑出來的 動能 所以這個關係 非常的簡單嘛 所以這樣 好 那在這個關係呢 給各位看一下 它跟這個 陸射 發生的病 陸射光呢 它的能量 也會出現在什麼 沒有 它只跟你本身的 這個元素 這個原子呢 它的 EV 回憶 它的 這個 Bine Energy EV 和 Bine Energy 跟這兩個Bine Energy 關係而已 所以你的 陸射的 方圓呢 也不需要是 單一火場 它的能量 必須要夠 能夠把內生電子 游離掉 打掉 所以它不需要 單一火場 就是陸射的方圓 然後這張圖上 就整個這邊 東西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它是同時發生 生活是同時發生 只是 你盡量看 你要看的東西不一樣 它的意義 到底不一樣 有問題 那個 EV 方圓是代表的 就是 2S軌道 它是Bine Energy 那這兩個減掉的意思是 EV-EV-Line 就是這兩個回到 這兩個Bine Energy 那種很差 就是這個電子從這邊 降到來 放出的能量多少 就是EV-EV-EV-Line 那這樣一個 這個能量 再把EV-Line的電子 激化掉 它的數量 就是它的動態 就可以嗎 GIG刀 FIR GIG刀